做了就知道了 很簡單而已 你說它簡單它就簡單 明白了嗎 你經常都想後面當然是難的 大哥 大哥 我們掌聲給我們的張飛馬 他會怎樣都很難的 因為你會講 那麼關難的業情 他都衝啊 甚至MakQ都沒有 大家明白我說什麼的了 柳士不知我說什麼的了 什麼都沒有 三四五 是不是 這些叫什麼 爭取十秒的飛馬 明白了嗎 上了就去努力做 帶大團去 因為我記得我們的領導 珍妍飛馬說的 其實主要你上了飛馬 如果你保持六條線都是活躍 你要買半衣不用四年 我就憑這句 是不是 雖然我不喜歡半衣 坦白說我真的不喜歡半衣 因為那些房子很舊 是不是 那麼我會買獨立空市 明白了嗎 我要買新的 這些就是我的目標 人家要有夢想有目標 是不是 是的 我們有夢想有目標 我們想買一間大一點的房子 我們想 接著家人一起住在一起 是不是 你們沒有想 那個招牌沒有了 那個招牌沒有了 是的 培訓會啊 Claudia 還有那個叫IBC I-3 是不是 然後還有那個南都 這三個人 五年才上去跟他們說一次 你知道嗎 你看看他們多感恩 喊了他們幾十個人住在一起 在靈媒這裏運動錢 他們可以喊了一家二十多口 照顧了整個家族兩個家族 什麼意思呢 自己媽媽那邊 和老公那邊都照顧了 是不是多偉大啊 所以我們有口的東西 我們是不是要學啊 我們是不是追求這件事啊 是的 親人 多生修例才成為親人 你知道嗎 是不是 正如他們今天坐著 人才仔仔 我們星光組織 坐著 我們都是一家人 就是剛才我們黃梅飛馬 剛才第一位飛馬說的 我們真的要團結了 團結就是力量嘛 是不是 你一雙筷子一咬就沒有了 是不是 那十雙筷子你斬的 你都斬不斷的 是不是 斬不斷的 是不是 所以我一想到 接下來介紹那位港師 我無法去進行協議 是的 所以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我那時在十七樓 我整天天音 她是什麼 是我們星光組織的三軍總司 我是這樣賣她的 你知道嗎 什麼意思呢 因為那時疫情感惡的環境 而對上領導的狼狗賴 她竟然可以帶出一個大團隊來 是的 她上台我聽到的說話 她只是有火而已 坦白說 她是很有火的人 很大聲的人 但是真正是說真的 真正說領導的 我覺得她就慢慢的 但是你沒有理會 做到就可以了 重點在這裡 是不是 哇 你知道嗎 我要見她嗎 那我的領導就說 要提前三日如日 接著我又發脾氣 你知道嗎 每個孩子就有糖吃 因為我看到你 我看到我每天拿錢 我當然想搞清楚 搞清楚什麼呢 搞清楚 你的領導人是什麼人 公司經理是什麼人 她說沒有經理 我說你都浪費了 你會沒有經理 那麼大間公司 有什麼理由沒有經理 對不對 她說疫情啊小姐 你是不是在刁難我啊 我說那你做到夠了 我不可以做了 是不是 接著她說 疫情真的沒有經理啊 那我說 那天天站在那邊 那邊說 那個人不是經理 我知道的事情 她都不知道她這樣說 哈哈 那她就是癌症 因為癌症剛剛來嘛 你明白嗎 所以 我說現在 信息慢一點的年代 你想信就看到經理 我說 經理跟我說話 想信 那你這麼麻煩的 我剛才就說 我只認識的 很麻煩的 我說見不到經理 我就要見你領導人 香港兩層死字樓 我鬼都不信 第一 一定有經理 有警官 第二 一定是你有上線 你沒有這個石頭霸出來的 好嗎 接著她說 我領導說要預約三天的 我說 我就說 好像說到我 還在鄉下 剛剛出來的 要三天預約 提前三天預約 有沒有這麼高調啊 我這樣說 其實不是的 我們的領導說 我根本沒有收到這些消息 真的沒有收到的 對不對 我就覺得她在刁難著我 當時 我覺得她在刁難著我 明白嗎 因為我是想見領導 我覺得找領導帶著我 我是不是好客氣 我是不是成功得快點 她要三天預約 我就覺得太高調了 我說這些領導我不能見 是不是 但其實真正不是的 我看到她的收入 我不夠 我還要看她領導 收入有多少 因為我想 我追的是什麼 事業 對不對 我要追事業 所以我就要看她的什麼 commission 因為我們以前做的公司 是收commission的 對不對 所以 就約了什麼 我們21樓 即我們17樓 對上21樓 那間店都挺貴的 那間店不預約 是沒有位子 沒有寸的 對嗎 就跟她吃飯 吃飯 我什麼都來的 打開你戶口給我看 我沒有禮貌 我說 Luna姐 她說得你這麼厲害 要三天才預約到 給你收入看看 我就專門挑戰這些鬼 你知道嗎 後來 我追Luna姐 幸好她身衫很廣大 如果廣大的話 她死得很慘 你知不知道 幸好沒有廣大 打開戶口 連她也不懂 她就叫我兒子 看 你看看 你看看 我記得我帶著兒子去見她 看到Luna姐 然後一看 數數數數 看看 噢 睡了三百多萬 這些就是我要的東西 是不是 我看的 我要的是時限 是嗎 是不是 所以我就要看 看完她後來之後 我兒子就說 媽媽 我也說可以做 做吧 就是這樣 對 然後你就知道 有姿態 不是說做就做 是不是 看完她的收入 我真的睡不著 我就在那裡 這個人 又看著她直銷 是不是 為什麼她可以 你找這麼多錢 這分鐘真的在這裡找身家 我就會睡不著 不知道為什麼 當她決定做 我真的睡不著 你天天找一萬幾百萬元 甚至四萬一天都後 你都睡不著 本來找到錢 應該睡得著 我才行 是嗎 誰知道我是睡著 幾個月都睡著 搞得我的空氣圈 更加嚴重 閉上眼睛 就是她碰 閉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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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10% 因為她跟我講了制度 她重新跟我講了幾分鐘制度 我這個力道 她講了制度 閉上眼睛 上眼睛 下眼睛 上眼睛 是嗎 當初先生說我 什麼佔位 擺幾趟 我是吵架她們的 我是懶惰她們的 我是懶惰她們的 又是全銷 又是逼人拿錢 是嗎 但見到Lona姐收入 我乖乖的捧錢去的 哈哈 這個是不是有分別 做直銷不用厲害的 懂得借力就可以了 現在她不是借力 是我要借力 是我很夠要 我為了要見領導的人 你明白嗎 最終見到她們的收入之後 我真的不得了 我就決定 那些衣服就來了 來一撲 即是叫做什麼 重出江湖 哈哈 哈哈 一想著配偶 我的斬手斬腳 不做直銷 那些人來的 多少人叫我來 都叫不到 你知道嗎 17年 17年應該是37個女兒 那個叫Alice 她住在錦田那邊 Candy劍劍有這支東西啊 我說35年被勉強 一一瓶搞定啊 我心想直銷人喜歡吹 我是不相信的 但是我們消費者 永遠都是看價值 不是看價錢 不懂得看價值 是不是 那我問她多少錢 那一三三四年 我一談就三千多 六十粒 有沒有貴一點啊先生 我說 接著我出去浪費了 沒得做的 17年了 回去做機會了 你知道嗎 是的 那幾年後 從2020年到2021年 一直有跟我分享 但是終於我都走不出 這個大領導的 母子山 哈哈 終於來到她手上 是的 所以她的扶槍是值得的 她的團隊是星光組織 五條線來計 最大的團隊 是的 就是我們楊壯 就是我們的子葉大領導 我們的柳組裝 那個真正的柳組裝 有她獻新樓的周寶珠 周寶珠有五條線在香港 最大的團隊就是 這架我的老組裝 我的三桿市民 她很聰明 我坐在後面 她都點我 Candy 你下一個月挑恐將 我心想你認識我嗎 是不是 這樣她都指我出來 她看透了 這個新人的冰棒棒 帶了一堆人進來 所以她就點我出來 真是老點我 老點我 就點到我一百萬個月 要不要 要不要給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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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用最熱力的掌聲 歡迎我們Lona姐出場 好嗎 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